大家都知道我们二胡的换把 实际上常用的换把方式一共有三种 那么一种就是铜指换把 一个手指在琴弦上 比如说就像这样的 这是铜指换把 那么在一指换把当中 有胶地指换把和胶叉手指换把 那么胶地手指换把是属于这种换把 大家看一下 交叉手指的换把 就是每个手指在换把的过程当中 比前一个手指要过位 这个时候交叉起来 这种方式 因此这首快速换把练习 它主要是以交叉手指换把练习为主 那么这个交叉手指换把 在这个二胡的换把当中 是难度比较大的一种换把 因此我们在平常练习过程当中 应该是先用慢速 这个把手指在换把过程当中 以手臂的带动下 找准了这个位置 这个慢速练习如果要是比较顺利的话 音的位置比较准确 音准比较稳定的话呢 那再逐渐的加快速度 而这首练习呢 也恰恰和前面那首中把综合练习一样呢 它这个音符节拍的变化呢 要求我们呢 在运功的安排上 也就是运功范围和运功部位的不同 安排上呢 也要有一定的变化 否则呢 它会影响两个手配合的松弛的感觉 和弓子运行当中的这种自然的状态 下面呢 我把这首练习给大家示范一下 但是呢 要求大家呢 平常练的时候呢 应该是先从慢练开始 那么慢的时候呢 记住这个速度越慢呢 整个动作都要适当地放大一点 这样的话呢 才符合我们本身 演奏动作的这个规律 演奏动作的这种 也许是不练乱的 并容论 声称 声称 声称